加油 插著國旗 五艘屏東漁船航向太平島 漁民自發心護主權 卻被政府澆冷水 行政院發言人 同政員25號表示 太平島是軍事管制區 如果任何人想進入就進入 國家主權將蕩然無存 只是我國漁民 想替太平島發聲 政府不挺就算了 竟還扯主權 廖壯化 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 那麼太平島 它是一個軍事管制區 所以如果沒有經過 國防安全的考量 兩級評估下 算是進入 那會對國防安全產生危害 也會損失國家的權益 同政員緊急改口 甚至登島 危害國防 但再度失言傷了漁民感情 這個發言人應該要下台了 這樣這個發言非常非常的不當 不知道是哪一國的 行政院發言人 難道這些漁民 他們是外國人嗎 本來就是我們的土地 那不需要一再的去強調 也不需要去刺激其他的國家 實力一開 那每一個人動不動 把漁船確實一開過去 都要去來登島的話 也會造成政府的很大的一個困擾 旅營立委還在護航 擺明是政府刁難漁民 漁業署更激恐嚇牌 認為海基地號漁船偏離航線 在三名港媒出海搜集違規市證ING 他其實有違法好幾項規定 我們還在做收證 要確定 還要做確定 所以還是有可能會罰囉 當然不排除各種可能都可以嘛 漁民返台恐怕會面臨 釣扣執照十五萬元罰金 帶著滿腔熱血出海 緩來的事政府冷面對待 記者董宥峻 邵映敏 SNG小組台北報導